在安静的地方也更容易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说到了解自己的想法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可以跟自己对话 就是通过向内观察自己 像你刚刚有提到的 找到一个安静的场所 让自己可以有一段时间独处 这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你更加的愿意去看见你自己 可能在外面的环境里 你不愿意展示你的软弱 展示你的痛苦 但你可以有这么一个安全的环境 看见自己 你每次在看见自己 和面对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在跟自己对话了 其实看见自己挺难的 因为人们好多时候 看见的不是真实的自己 是自己伪装的自己 自己希望别人眼中的自己 对 我觉得应该说 我们是希望 可以看到更多面向的自己 但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那么绝对就走到终点 已经看到真正的自己了 没有办法 但我们只要有这颗心 只要有这个动机 我们其实是有时间和有力量 可以一直向内看 去了解更多的自己 那你在修炼的过程中 遇到的最难的一段经历 是什么 怎么走出来的 我想一下 我最难的经历 一开始是会在尽心观察自己的时候 你的脑袋里面会出现非常多的念头 包括你的心里 负面的一些重大不愉悦事件 就会跑出来 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 那一开始也会迷茫说 怎么办 这种痛苦出来了 我承受不了 我接不住怎么办 我会想要逃避 但是后面 因为一直在练习 所以我现在已经会习惯有一个声音 也是一样站在旁边提醒我 就算现在这件事情非常痛苦 我也处理不了 我handle不住 没关系 那就让它处理不了 这个事件出来 让你很不开心 让你很伤心 很痛苦 你就允许它存在 并且给予它耐心 有些时候我们出来一些事件 出来一些反应 我们会马上知道新的答案 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那就处理 但是有些时候处理不了 允许它存在 允许它存 允许自己的负面情绪 允许自己的负面情绪存在 也允许自己的软弱 难过痛苦存在 没关系 给予耐心 我觉得给予耐心 是让我们去练习接纳 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接纳不是说 我们讲强迫自己吃下去 吃不下去的 那我们就给予耐心 给予空间 而这个时候也去训练 我们自己就变得更开放 是 对 其实我们很着急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你的想法 甚至会用不文明的语言 焦虑的情绪 这一切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的subconscious 这个时候 你的一切的逻辑 你学到的如何沟通 如何表达 你都做不到了 因为你的理智的部分 已经下班了 是由你的感性的 那个潜意识 在决定你该怎么想 怎么做 而我们的潜意识 后来我学到 是可以改写的 改写呢 可以通过第一步 就是先用觉察者的角度 觉察到 我现在有愤怒的情绪 我现在就觉得 自己是个受害者 这些都是别人的错 先感受到自己的这种 看似不太好的想法 但是不需要去评价它 也不需要去觉得自己说 哎呀我好失败 我怎么又这么想了 接受 但是一旦有了观察的角度 其实观察多了 这个时候 观察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刚开始在愤怒焦虑的时候 可能半个小时才能观察到 之后降到15分钟5分钟 在之后一念之间 就转换到了观察 我刚刚 哎那样想了 正准备愤怒 其实我就可以停下来 对之后会越来越早 这个时候呢 你就越来越容易停下来 当你练习了足够多的次数 这就是那本 原子习惯那本书说 当你重复 50字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 逐渐的就被改写了 再之后你的潜意识 再遇到一个人 说了让你着急的话 或者做了一些不文明的手术 或者开车 怎么样不文明 你第一反应 已经不再是愤怒了 因为通过50次的不断练习 我们大脑的潜意识 就被改写了 对你说的非常好 有的人可能会说 怎么办 我人生就这样了 对自己很泄气 认为自己不能够改变 也不相信别人 可能会改变 但是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 都是可以改变的 对 我们就是通过 不断地觉察 我们自己的情绪 让我们的大脑神经 重新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重新搭不同的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新的潜意识就开始产生了 我们在练习的就是 把旧有反应不断地让它减去 然后产生新的一个更好的习惯 是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千万不要跟旧的 那个认为不好的反应去斗争 对 你如果觉得一个旧的世界不好 你不需要跟它去抗争 你只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时间 是 你建立一个更正面的想法 更正面的思考方式 它逐渐地在你脑中 就把另外那个旧的去挤走了 但是你一旦关注在那个旧的方面 你千方百计想摆脱它 你越想摆脱它 它在你脑中的这种 负面想法的模式 就会越坚定 就像是阿德勒心理学里面 也讲了一个 所有影响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经验本身 而是我们看待经验的方式 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调整 同样一件事 但是我们看待这件事 看待我们的这个经验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 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我们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的情绪不一样 影响到我们的下一次的行为 都会不同 对 就像说环游世界 看到的不是世界 而是世界在我们内心的一个印象 我们感受 我们去印度也非常好 在非洲也非常好 好多人就说 伊利安怎么可能 那个地方这么乱 这么差 这么多骗子 但我去了那 我感受非常好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即使看到的是 同样一个物理的世界 但是感受到的 其实是内心世界的呈现 我观察的视角 是我来决定的 那由于我的观察的视角 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 让我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让我更加的能够去欣赏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还有我的人生 那我就选择用这样的视角 其实这完全是可以练习的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能改变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误区 其实只是你大脑里的 那个潜意识 那就像一段程序代码一样 那段代码并不是你 它只是由于你过去的 被教育的过程中 或者你观摩 父母老师如何表达 如何思考 还有你周围的人 你的记忆 把它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 那个思维模式 是你的历史的一种呈现 但这段代码是可以改写的 你其实是可以改写的 你的身体只是你的一个载体 你的大脑的载体 你的大脑也不是你 你的大脑如果是你 那就很容易了 我的大脑又是我 我就跟大脑说 开启快乐模式 余生三四十年天天快乐 但我做不到 因为我的大脑 根本就不听我的话 那它既然不听我的话 说明它不是我 它只是我的一个器官 就像我的肌肉一样 只是我的一个器官 那究竟我们是什么呢 我是一段意识的存在 它可以去观察 我的大脑这样的想法 那由于我有我的意识 我可以有意识 就或者你说 用正念 mindfully的方式 来去跟我的大脑 进行观察 也可以去引导它的思考 随着引导 我的大脑的思考的过程中 就改写了那段潜意识在脑 对 我特别想跟有 这样想法的朋友 给你们一个信心 是你们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你们愿意停下来 给自己一些耐心 然后愿意真正好好照顾自己 你们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对 这是一个过程 不用担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 想分享给大家的是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的所有的想法 都不是真实的代表你自己 那只是你的想法 那只是念头 那只是你过往的经验 你认为的一部分的事实 所以请大家 在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把这个声音叫出来 让它在旁边提醒你自己 你有一些负面的 不管是对自己的评判 或者对他人的评判的时候 请告诉自己 这些念头想法 并不是真实的 我们环球旅行的时候 去了很多不同文化的国家 让我想到了 Rumi说的一句话 他说就是 他去了这么多 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 最后发现 神不是在神堪里 而是在我们心中 其实这种修炼 不管是冥想 还是这种去倾听自己 有些人会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宗教 但它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 宗教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个例子 就算你去到了不同的庙宇 不同的宗教派别里面 你最后会看到它的核心 它的内核 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佛或者神 就是你自己 排除宗教以外 禅修有关的一些哲学 它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 让你知道你是可以掌控你自己的 对 包括像正念的练习 大家可能听到 正念是不是跟宗教有关 没有 它就是用非常常规的语言 它是一个自然法则 它就是用每个人普世性的一个原则 教你客观观察自己的方法 没有任何跟宗教有关 对 其实很多宗教就认为是有一个超能力 你可以叫他上帝 也可以叫他是阿拉 也可以是耶稣 摩罕默 认为是他们来主宰你 他们是creator 你是creator 你是被他们创造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 我人生中的遭遇 不需要太负责 都可以让他负责 那我也不想为我的人生负责 我人生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 我也可以总有个怪的人 或者是我相信他 他都在为我做决定 但是像Rumi所说的 学习了每一种宗教 走进了教堂 走进了庙宇 走进了秦伦寺 最后发现 其实神是在自己心里面 其实我们学习到很多宗教的本质 包括我们在尼泊尔 泰国 印度的北部 这些地方看到的传统的宗教 包括练瑜伽 瑜伽练的就是 个人与宇宙的一种链接 个人与神的链接 这个神其实就在你心里 但后来我们看到 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 庙堂呀 人们去拜一拜 求求发子孩 求求姻缘 这都是贪念 这都是欲望 怎么可能设定一个地方 让你来交点钱 让你的欲望来去实现呢 还有一些呢 我们还看到 他是给很痛苦的人 非常非常痛苦的人的 暂时的一个成长的阶段 由于他太痛苦了 所以先让他去交托 一个生活的阶段 对 就交托给entity 一个个体吧 这个时候让自己痛苦少一点 当他能够从自己的极端痛苦中 走出来以后 再进行第二段的修炼 其实会在告诉你 你拜的神 不在那个神堪身上 其实就在你心中 是的 就像当时 释迦牟尼佛陀他自己 他也没有认为 他要有一个宗教信仰 他一开始也是在讲 佛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能不能去更了解自己 然后有智慧的生活 他其实讲的也是这个东西 对 其实很多宗教 后来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了 这个宗教 区别就是你发现 一个宗教一旦开始敛财 一旦开始有这种worship 你开始去拜了 很有可能就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但就像你说的 佛陀他就说 你不要拜我 你也不要相信我所说的 我所分享的只是我的思考 你可以拿去试一试 你觉得好用 你就继续做 你觉得不好用 你就不做 你觉得一部分适合你 你就用那一部分 最终佛教也认为 没有一个就是超能力的佛 也没有人能够主宰你的婚姻和财运 其实那都是传到不同地方 又几百年之后 后人去做的 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 像我们去学习 每一种思维方式 每一种哲学 甚至每一种宗教 我们都可以从中去学习到它的智慧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智慧 让这些工具来为我们服务 任何一个事情 我们要深知的 无论是宗教 还是资本 比如说人们发明了货币 货币也可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 人们换互联网 互联网也可以成为一种统治 去管理人 去监视人的工具 其实每一种东西 它都可以成为控制工具 但它也可以成为服务我们的工具 去选择如何使用它 我也可以理解 大家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会去找一些 包括像算命啊 各种各样的方式 其实大家都在需要一份慰藉 或者是大家都是需要一份依赖 或者说大家需要一份力量 需要有他人或者是他神 给你一份做决定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请大家 不要把这份依赖 当作是你一生的 去主宰你的一个方式 更多的时候 很多问题的确还是要回到 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解决 这很重要 对 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的期间 对对对 因为这有个安慰剂效应 就像二战时期 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军医做测试 就给人身体打生了盐水 我感觉好多了 其实安慰剂效应真的是有的 这也叫吸引力法则 当你觉得你不那么痛 你似乎就不那么痛了 喝点热水嘛 也有做热水效应 那同样你说这种 有人去帮助你啊 保佑你啊 这种就是吸引力法则 因为你对自己更自信了 你更放得下了 但这应该只是 人生修炼中的一个阶段 你在这个阶段毕业了之后 你就会走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你是你人生的主宰 你是人生中的神 对 你有能力靠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